東京奧運將攀岩 納入到了正式項目 也引發了攀岩運動熱潮 而其中一個項目 豹石 是相對比較好入門的 因此也開始有不少的民眾 藉由豹石來紓壓 穿上攀岩鞋 手抹上止滑粉 立刻就化身蜘蛛人 飛眼走壁 飛身抓住 動態路線展現爆發力 在彩色岩塊中 利用同顏色的岩塊完成攀爬 不只需要激勵 也考驗腦力思考攀登路線 有人來玩是為了紓壓 有人是為了重溫而時 爬牆回憶 工作壓力很大 所以我固定週末就會飽食 然後我覺得是很好的紓壓 就想說爬牆好像我玩過 應該可以 因為其實小時候的教育 都是以不失敗為前提 所以很害怕失敗 但是自從抱石了之後 這邊的人最常講 那你就掉啊 不掉下來怎麼會成功 攀爬姿勢優雅 靜態路線更重全身協調性 完美詮釋 抱石為何被稱為岩壁上的芭蕾 但爬起來真的那麼愜意嗎 剛剛可以看到教練的動作 我是非常非常的優美 但是呢我自己爬起來卻覺得是非常非常的磁力 我終於到完盤點了 其實這運動啊真的是要非常的用力 才有辦法看起來毫不費力 不能只單靠蠻力 適時的重心轉移才能更省力 而不只大人喜歡玩 小小身影也穿梭在牆上 抱石是一項沒有年齡限制的運動 失手墜落更是家常便飯 但只要願意擁抱失敗 總能在適合自己難度的路線 獲得流汗過後 得來不易的成功果實 記者歐榮郭俊麟台北報導